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什么 爱多美的产品 爱多美产品棒吗 太棒了 在韩国有超过300多种的产品 对不对 在马来西亚也有70多种的产品 爱多美的产品 什么是最好用的 全部都好用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选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去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分享 爱多美产品的时候 有没有去分享过爱多美的 这一个powder detergent 洗衣粉 有吗 有没有分享过我们的洗碗剂 有吗 但是当你去跟你朋友分享的时候 有没有遇过 你的顾客告诉你说 我家里还有一打的洗衣粉还没开过 等我用完先才换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课题 就是让家里还有一打洗衣粉的朋友 听了过后回家马上换 好不好 那么来看一下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课题 因为现在的人都很讲究养生 对不对 都很讲究健康 所以呢父母都真的不惜一切 去买最好的食材 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人 能够活出健康 但是有没有想过 我们每天在家里用的这些清洁剂 例如你用什么洗衣粉 你用什么洗衣液 你用什么softener来洗你的衣物 如果你没有照顾你这个清洁剂 请问你每天有穿衣服吗 有没有24小时都穿衣服 有 那请问那个残留物在皮肤 在你衣物通过皮肤会渗透进去吗 会 那个叫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说祸虫口入 今天这一个时代 毒素不单从嘴巴进去 可以从我们全身最大的器官 就是皮肤渗透进我们体内 那个叫精疲毒 transdermatoxin 那么这个精疲毒呢 它无所不在 例如你的衣物残留的那些 liquid detergent softener 留在衣服 你动的时候有没有摩擦 有 摩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 就会产生皮肤过敏 有没有发觉是他的小孩 皮肤过敏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严重 问题在哪里 精疲毒危害我们的健康 所以今天到底为什么 爱多美这一刻我们所谓的所有的家具用品 那么重要要第一时间换掉 因为精疲毒已经入侵我们生活 无所不在了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说吃进去的毒素毒吗 很毒 但是哦 24小时就有办法通过尿液被排出体外 但是如果今天毒素从皮肤进到体内的话 他过了10天只有10%会被排出体外 还有90%在哪里 身体体内 我们的这个皮下组织 甚至呢还有一个实验 他们拿了这个乳癌病患的那个切片 去做了这个研究 结果发现到 竟然在这个癌症病患的身体里面 找到10年前的这个 shower gel的paraben 防腐剂成分 请问10年前的paraben留在身体 10年了有什么问题 治癌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记得 通过皮肤进去的毒素 是更加恐怖的 那么最重要 小孩是最大的受害者 为什么 因为在精疲毒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叫环境荷尔蒙 听过吗 环境荷尔蒙呢 就是一些化学成分 它的成分跟人体磁剂素很相似 所以呢 它可以进到我们人体的 我们的身体里面 然后扰乱我们的hormone 有没有发觉 以前我们阿嬷的年代 来月经大概几岁来 15岁吧 有没有 到我那个年代大概12岁来月经 那么请问下的小孩几岁来月经 8岁 9岁 甚至最早的6岁也有 有没有 有没有想过思考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小孩会尽早熟 就是因为环境荷尔蒙 已经通过这一些 每天在用的这一些家具用品 已经传到我们的下一代了 请问今天我们换品牌是为自己 还是为下一代 为下一代好不好 那么要不要看一下 到底哟 爱多美的产品有多棒 要吗 那就对吧 这下一个问题